洗韭菜只用水冲冲就完事了 那你可能吃的是农药哦 韭菜虽然美味 但在种植过程中 为了防虫往往需要喷洒农药 很多人在清洗时 只是用水简单冲洗 这样做并不能完全去除农药残留和污垢 为了彻底清洗干净 我们需要将韭菜的杂草和黄叶摘除 然后在盆中倒入适量清水 将韭菜先过一遍清水 轻轻揉搓 接下来 再仔细清除脏东西或腐烂的叶子 然后再次加入清水 加入一勺小苏打 搅拌均匀后放入韭菜 浸泡五分钟左右 最后用清水冲洗两遍 沥干水分后即可食用 学会这个方法 让你吃的韭菜更加健康卫生 用这个方法清洗的韭菜 不仅能彻底去除农药残留 还能保持韭菜的新鲜和口感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 记得点赞和分享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